意思到我一开始讲就是基督教使人灵魂痛苦 但也没有耶稣基督才能净化你的灵魂 我觉得在基督教这种圣经一再冲击下 我不得不承认由于我这种罪恶的本性 我不得不犯罪 当我自己问自己 OK你这句话讲都对 我也承认我犯了罪 我也和别人一样是罪人 我就承认我罪人 但我不用耶稣救我好不好啊 我好汉做事好汉当 我自己承担起全部的罪责 可以了吗 我不希望耶稣救我 好汉做事好汉当 这个愿望你不能说是错的 甚至这个愿望你可以说是很宠高 很有点英雄主义 但问自己 总有一天平心静气的问自己 有可能吗 你这个志认为是好汉的人 有可能把你的全部罪恋承担起来吗 你能知道你自己一生做了多少孽吗 退一步 如果你知道你一生做了多少孽 你有能力改变每一个罪孽所造成的恶果吗 当这两个问题问自己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回答只是一个 不可能 我既不可能意识到我一生犯了多少罪 我也没有可能改变我每一个罪孽所造成的全部后果 我信主几年后 有时候回中国 就七年前后吧 把我们当年中学的同学 就聚集到一起 大概二十多个人吃饭 那个时候已经中学毕业三十多年了 吃饭过程中 你一个同学就走到我面前 一个女同学走到我面前 叫了我一声小名 然后就说 你当年把我害苦了 你知道好多年没见 这么多同学第一次来吃饭 他一下就说 人家发现你当年把我害苦了 我一听就挺生气 你知道人是会装的 你不会把你怒气直接表现出来 我就跟他开一句玩笑 我说有什么事苦大抽身的啊 你说 他说当年就因为你不让我入团 我就没入团 我说是这回事啊 我说你现在入党组上都挺欢迎的 因为我当年是团这部书记 但我们班内几乎等于缩一不二的 就是我不同谁入团 谁就绝对不可能入团 我回家痛苦什么事 因为那时候我也是基督徒 我就突然想 就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中 我从来没有一天想到这个问题 我从来没有一次想到 也可能就因为你不同他入团 那时候伤了他的自尊心 影响了他上进心 可能就影响了他整个后半生 后三十年 这种事都有啊 我们自己是往往一个不经意的错误 不经意的就往往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让另一个人寒心一辈子 就是说三十年间 我从来没有知道这件事 说什么意思 就是没有一个人能知道 自己一生做了多少孽 因为我们所有的标准都有利于自己 那么另一边来说 OK 我今天意识到了 我当年错了 我甚至可以跟别人说 跟同学说对不起 当年不应该那样 或者类似的话 但问自己 你作为班内的团支部书记 拒绝同意他入团 对他当时造成伤害 或者那个伤害 过段时间影响到他自己的整个人生 你能改变吗 不可能 错误已经造成历史已经写旧 绝不可能重写 我说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 人有一天你有足够的谦卑 你就必定去承认 你既没有能力意识到自己犯下的全部罪孽 也没有能力改变自己造成的任何一个罪孽 所以要么有一天 你就让自己的全部罪孽 带到自己走向永远的黑暗 因为上帝永远隔绝 要不有一天 你就承认 那的确是我的罪孽 而且我没有能力意识到我的一生做了多少孽 我也没有能力改变我做的任何一个罪孽 我只有一天来到神面前说 主耶稣我真是苦啊 求你救我 求你洗净我的全部罪孽 求你涂抹我的一切过反 求你依照我的灵魂给我一个洁白的生命 这就是信仰 这就是一天人意识到自己 我就是需要被上帝拯救的一个罪人